你搞這個藏長的藏長 我還真要想一下 讓我想一下 這個很好奇啊 你不好奇 傲奇 對不對 在一個山上 然後 然後英語綿綿的 我記得是一個 蠻浪漫的一個 一個氣氛之下這樣 是個黃昏的時候 還是晚上看夜景 好像是下午大概四五點的時候 因為在那個時候 比英語綿綿的時候 很容易兩個站得比較近 近 打傘 撐一把傘 你看 就可以牽著手 很自然的就 妳的唇好美麗喔 是這樣嗎... 不是啦 蠻鬆的嘛 是啦 蠻鬆的 蠻鬆的 為什麼男女之間 要差幾歲比較是 差幾歲啊 你說大幾歲還是小幾歲 都可以 反正是差距 都可以 其實我覺得還好耶 以前啊 以前我的 我都喜歡男孩子 大概大我十歲八歲左右 有安全感嗎 對...會覺得有安全感 而且比較穩重 對... 對不對 對... 那現在呢 後來我的男朋友都比我小 沒有一個大我十歲八歲 比較好用 後來就是滿足感 也不會 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沒有感覺到這麼大的差別 因為你知道我在年輕的時候 我交的男朋友 比如說大我六歲八歲 那他也都還是年輕 那現在我交的男朋友比我小 可是他也還年輕 所以人家問我說 那你交這個比你大的男朋友 跟比你小的男朋友 你覺得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差別 嗯... 我覺得都差不多 那欣小姐你覺得 我其實不覺得說 我從來不去想年齡的問題 我是覺得靠緣分 緣分 如果剛好這個緣分來 剛好... 你知道 剛好怎麼樣的話 我覺得都OK啊 可是我們就想到一個事情 其實女孩子 從我們小的時候 女孩子都一直在我們前面前進 就是比我們成熟 比我們快長大 甚至於我們在當兵的時候 女孩子其實想法都已經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還是很幼稚 在那邊當兵啊 什麼的 對不對 那你不會覺得 現在你反而跟他 跟你比較小的年齡的男孩子在一起 你要照顧他比較多嘛 對 溝通上會不會有一些 因為男孩子總是 我跟你講 其實很多男生都會一直說 現在男孩子好像不夠成熟 跟女孩子在一起 女孩子要照顧他 其實沒有 尤其我覺得我們兩個交朋友 我們都是以那種感覺為第一 就是說 我們一定會先跟這個人認識 然後就是當朋友一段時間 那如果說他夠成熟 我們才會進一步變成男女朋友 那如果說他的思想不夠成熟 那我們更不可能跟他變成男女朋友 對 所以年齡不是唯一考量 我覺得不是唯一的考量 基本上跟你們在一起的男孩子 在我們來講也算老成了 對 應該是想說 就是個性比較穩重 比較比較穩重的 也穩定一點 他的不一樣啦 他的... 我的比較不一樣 我剛剛都很想笑 因為我覺得我... 因為你這樣講 我覺得我好像... 沒有 我剛開始就覺得說 一樣啊 對 就覺得說 感覺很重要 夠成熟 然後感覺很好 然後也不會說像他實際年齡 那麼樣的 好像你知道 需要被照顧這樣 可是後來交往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發覺你上了誰船 因為我也有跟你講 我們兩個在選男朋友 有很大的差別 比如說我 我不會注意說 這個男生是不是長得很帥 或者很有錢 這個是我真的很不介意的 那年紀我也不是很介意 但是我一定要他夠穩重 就是我們兩個能夠溝通 然後他會對我很好 那我覺得就OK 人品一定要好 要上進 對 要上進 要負責任 要疼我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新小姐呢 她是要那個長得帥 然後那個... 撞 撞 撞到好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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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一定要男生長得帥 要浪漫 浪漫... 很重要 對 要浪漫 然後要有陽關班... 陽... 陽關班 沒關係 我們都... 陽關班的 沒關係 我們也是國關班 所以你喜歡那種陽光型 我陽光型的大男生 因為我自己個性其實是... 雖然我也很活潑 我也很開朗 可是我常常是一個比較... 悶的人 悶 對 慢熱 對 慢熱... 對... 所以如果說是相反的一個 就是說他很開朗 然後他很陽光 他很亮的話很容易就... 他會帶動他的氣氛 對... 他就比較容易吸引我啦這樣子 那種衝浪的男生 你一定很喜歡的 衝浪喔 我... 不行 弄太黑的太冷了 太猛了 衝浪太黑的不行 太黑的不行 然後太黑 然後太肌肉型的 我覺得也還滿恐怖的 需要幽默嗎 要... 男孩跟女人不需要幽默的男人 因為男孩有幽默 其實在現在這個社會來講 變成一個很大的條件 對... 因為不幽默那個陰沉的 不是啦 你要長這樣子 男朋友好像鬼故事一樣 對不對 對 我男朋友我男朋友 有... 我兩個現在這種社會 不是說你這個男生 家裡有幾個錢啊 你就了不起 對不對 你本身條件要好 對 其實我們兩個都不太注重這個 對方有沒有錢 對 所以我們都不太... 因為本身就已經很有錢了嘛 你不能這樣... 你這樣想... 對 本身他們經濟就獨立 對 不是經濟獨立 經濟是獨立 你知道誰這樣聊要講什麼 要不要你會嫁入好朋友 你們就更難說 更可憐 他找得上盡的 沒錯 對 那女人幹什麼啦 這句話我沒講 因為我有很多大老闆的朋友 他真的... 限制會 請問麻吉 你教過的女孩子跟你... 男...男孩子 男孩子 跟你年齡差最多是多少幾歲 最多啊 那十一歲 十一歲 十一歲 吳佩芙 真的啊 好用嗎 好用啊 但是在溝通上 在溝通上會不會有問題 不會耶 不會 因為他真的是比... 我覺得比一般的孩子 他要成熟穩重很多 所以我當初才會跟他開始交往 他也是圈外的嗎 圈外的啊 算嗎 算啦 不算吧 算啦 算啦... 算圈外的 真的喔 那新大美女 比他多個幾歲 那你贏了 對... 大概十五歲啦 十四十五歲 五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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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一名的意思 可是我跟你講其實我覺得姐弟戀了 我不知道別人 但是我們兩個的例子都是 剛開始都是男生很主動 不然其實我們兩個剛開始都是很排斥的 對 但是因為這個男生太主動 而且他一直黏在你的生命 一直很... 就是好像感覺他絕對不會放棄 也是經過滿長的那個時間 他才接受他的 打動了你們 對... 他才開始跟他交往的 而且我覺得他最大一點就是說 因為你知道 常常會碰到一些男生他會怕你 因為他知道你是誰 對... 然後他就會先怕 然後不敢或怎麼樣 對... 可是他就完全就是 而且很自然這樣子 完全不怕 然後就單刀直入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牡羊座嘛 所以就很... 欸 星小綺 我問他 我問他 星小綺 小綺 牡羊座 其實沒有這樣啦 不是啦 他不是這樣 他還是用一點那個小... 因為那個男生在美國讀書 所以他的思想 本來就比較開放一點 那我絕對開放 對... 我希望你 對... 有沒有那麼恐怖啦 你不是搞這個場所嗎 我還真要想一下 讓我想一下 這個很好奇 你不好奇 好奇... 在一個山上 然後... 然後英語綿綿的 在車子裡面 蛤 不是啦 在山上耶 那你們在外面啊 車子 出門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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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就是一個 我記得是一個 滿浪漫的一個... 一個氣氛之下 是個黃昏的時候 喔... 還是晚上看夜景 好像是下午大概四五點的時候 哎呀... 然後... 然後... 最餓... 最餓的時候 不是... 最餓... 最餓... 最餓的時候 最想吃東西的時候 最... 不是... 他只是在... 不是... 我說真的啦 其實那個時間的時候 真的... 尤其在山上 很容易 因為逃不掉 我答應是不是 哈... 沒有... 不要想說話 哈哈... 哈哈... 因為在那個時候 比如英語綿綿綿的時候 很容易兩個站得比較近 近 那又在山上 撐一把傘 你看 就可以牽著手 很自然的就 你的唇好美麗啊 哈哈... 哈哈...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他代講英文啊 他... 英文講得非常好 我剛剛是用國語來表演 他是外國人嗎 那你現在用英文再來 不是... 你的唇很美麗 你有沒有辦法 我在跟來賓聊天 你們兩個都怪 是... 現在是你的交叉嗎 可以啊 馬姐 第一次 好像在我家吧 你不能這樣 不行的是他來我家 因為我那麼住桃園 他都會送我回家 那因為我爸我媽都在嘛 所以我們就是 他就在我家看電視 然後他要回家 要... 我要送他出門的時候 在門口 那是很禮貌性 對 很禮貌性 只是這樣怎麼... 這樣一下 對... 剛開始當然只有這樣子 對 還不會啊 我要走了 而且...完全不行 因為我們家門口有監視器 對... 可是等一下還是很快樂的 對 我覺得 當你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你只要跟他接觸到 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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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